前几天买了个南棋的时候 我感觉要大涨了 今天有时间 签一刀 不操 不失踪呢 陈总跟陈总狗狗岁岁 拿去发财了 拿去发财了 手都信谁的 肯定是他的 我这东西还可以 搞这种事 一半 好 多少钱买的 哎 就几万块钱啊 挺便宜啊 不是 你 是 刚刚小郑说你买了个石头 让我帮他研究 给他看一下 给他讲一讲 反正你都要切的吗 是不是 想死还是不想好 想入骨 来 先给个钉筋吧 入骨的钉筋 我也给你一份钉筋 先半分之0.1 南棋的电 不是南棋的电筒 南棋的石头 其实说真的呢 南棋抽妖怪 但它的刹我们可以看得到 刹是相当的细 你看旁边的这个地方 应感相当的好 这边有一包下来的 全身都有表现的 但是呢 屁股这部分呢 可能会变 石头不大 但是手肘的机会还是有 看怎么切 这个面切的话 手肘面太小了 那你有这种通链 你肯定只能切通链 对不对 先把这一包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呢 哪怕这个下面 它有个小小的手肘也行 这一包切开以后 有就有 没有的话 这边再偏一刀 那么看这边呢 这种手肘处来抱歉一条 你也知道 对 两板是不是少了点 定筋 东西还是可以的 就是棉种了 而且你发现没有 裂没怎么进 这边小裂 就看到裂没怎么进 手肘有了 没想到棉绘这款处 但是也情有可原 为什么呢 男齐出的名的就是 棉种 这个你看 这个要扒皮了 本来就是底色的 结果呢 棉这么重 倒是垮不了 只是说 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想象的是这种 冰冰的 又有底色的 我那条手都好几十万 现在呢 万说还是有的 比这切一斗